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愿望在这个疫症蔓延的那么快的时候 让神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安慰 我们留意来看看 这个新型肺炎 从开始的时候大概1月初 在中国爆发 特别在武汉爆发的时间 突然之间在短短的时间内 武汉就成为全球注目 全球惧怕的一个城市 而从武汉出来的人 到处遭人白眼 抗拒排气 另外方面 有不少的国家逐渐就对武汉 甚至对整个的中国 中国有一种特别的防避 就是不准他们入境 还有凡是外国人曾经在武汉住过的 回到他们的国家也需要被隔离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都看得见 全世界老实讲 就有一种文武汉事变的感觉 甚至是连中国人在不同的地方 也受到别人的歧视 我们来看看整个疫症的蔓延 开始的时候在武汉 但实际上现在已经遍布全世界 首先扫入深圳 跟得下来去其他的省份 然后就从中国的本身 就扩散到其他各地 我们从各地来到看到 一种疫症的发展的时间 老实讲 现在跟开始的时间 已经完全的不同 现在的重点是欧洲跟美国 其他的地方陆续也爆发 这个新型的肺炎 到2月3日 全球高达84个国家 因为武汉肺炎防疫的缘故 对中国采取不同程度的 入境的管制 其中43个国家 对中国采取教会紧缩的 旅游的限制 我觉得在圣经的角度来看 这是非常正常 也是健康的 因为要是我们不把那些 患疫症的人 就是限制在一个地方的话 它很容易就会扩散 很容易也会蔓延 不过令到人感觉可惜的 就是并不是这种防疫而来的 这些措施 乃是人不少的态度 对从武汉出来的人 有一种歧视的态度 甚至有不少的地方 都发生了 对中国人都有种歧视的态度 因为这个缘故 从武汉出来的人 他们的心情一段颇长的时间 非常不好受 我记得我在2月初 我在跟 有些患了这个病的 住在武汉的人 用电话沟通的时间 我对他们说 我希望你们有一天 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就告诉他 就是在武汉爆发这个地区 病的人越多 被治好的人越多 他们的血情非常宝贝 他们的经验非常宝贝 因为这个缘故 我在那个时间我就祷告 我也劝这些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好好来到 为到这个医疗的团队 来到祷告 好好为到你们自己 跟那些患病的人来到祷告 盼望有一天 神用得着你们的血情 用得着 中国在过去处理 这个新型肺炎的时候 他们的经验 更加用得着 他们的各种不同的仪器 药物等等 也知道有一天 这一切的东西 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今天因为这个缘故 很想跟各位来着分享 一段圣经 这个圣经是保罗所写的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 讲到他自己本身 是多灾多烂的一个使徒 他受的苦比其他的人更多 但是 他在哥林多后书一章 三到十一节 多次多方来到讲道 他说 我多受患难 我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也知道我那个用这个安慰来安慰别人 非常正面 保罗在遇到这些的遭遇的时间 他不是问为什么 但从这个经文的记载 我们看得见 他问的是 主啊 你要我学什么功课 第二 你要改变我品格上哪一些的地方 第三 主 你有什么的使命给我 也知道我透过这个苦难 我能够回应你 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们在从圣经的当中 看到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教导 在这段的圣经出来 当保罗不问为什么 乃是问 你要我学什么功课 你有什么的使命给我的时间 我都看见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三到十一节 非常清楚的讲出来 苦难使我们经历更多神的安慰 哥林多后书一章四到十节 一共用了七次患难 苦楚苦难 四以及第六节三次患难 五以及到第七节三次苦楚 另外第八节一次苦难 但是 我们看见在原文 这个第四节跟第六节 这个患难 跟最后一次 这是第八节 那个苦难 在原文完全一样的 所以 我们可以看得见 首先 来看看保罗经历的到底是什么 他用了两个希腊文的原文 来告诉我们 到底他遭遇的是什么东西 首先 第一个的希腊文就是Fripsis T-H-L-I-P-S-I-S 中文的翻译 就翻译成为患难 或者是苦难 这个是特别指到外面环境带来的苦难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 七年的大灾难 这个大灾难 在希腊文就是Fripsis 就是指到末日 有七年大灾难 那一种的大灾难 来到讲的 我们看见 这个特别针对的是什么 就坏在 是外在的环境 这个外在的环境 在歌连多后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 被鞭打 被棍打 被石头打 传坏在深海里 另外江河的危险 到贼的危险 同族的危险 外邦人的危险 城里的危险 旷野的危险 海里的危险 假地中的危险 等等 这一切的东西 都是属于外在的环境造成的 那个Fripsis来到讲的 弟兄姐妹们 保罗的确是多灾多难的一个人 当我们看见他所受到的那些的批迫患难 我们就想象到 信了耶稣 到这个的地步 你有没有想到 要是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会怎么样呢 我现在有些的人 就采取一个放弃这个立场 但是保罗 就因为他有个正当的苦难观 他不会放弃 反而经过这个苦难 他变得更加的成熟 更加的成为合一的神的器皿 来的去帮助其他的人 第二个 这个历尽 苦难 就是用Pathema 这个字来的形容 Pathema 中文的翻译是苦楚 这个字往往是指什么东西来的讲呢 是讲到一个人心里面的经历 这个字很多的时候是用来形容主基督的受苦 格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 也是同样 受劳碌 受困苦 多次不得睡 又饥又渴 多次不得食 还有 为众教会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 这个Pathema 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是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呢 主要是因为环境对耶稣基督来讲不是问题 这个海突然之间有大风浪 暴风 甚至这个船差不多满了水又沉 对耶稣来说 这个不是问题 他只要一句话 进了吧 住了吧 那个风就止住 浪就平静 所以一切大自然的灾难 外面的那个灾难 对他来讲都不是问题 他有神的能力 来控制大自然 唯独 因为神创造人的时间 已经给了人那个自由 亦有志 所以 任何的人 应心抗拒神的话 抗拒神的救恩 这个给耶稣基督就有很大的心里面 那种的忧伤难过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得出 为什么圣经 往往用这个 这个字形容耶稣基督的苦难 主要是因为 耶稣的心 常常是为了我们的缘故 有这种的感受 跟着下来 我们看见 神的安慰 所以 就说 苦难 每个人都有 人生的当中 不顺的事情 十长八九 顺利的事情 最多是十分之一而已 而且 往往很多的时候 福无从事 祸不单行 福不会有 一而再再而三来的 但凡有这个祸患 来了一次 又另外一次 这个是一般的人的经历 但是我们感谢主 就当我们在苦难的当中的时间 你不要问为什么 你就发现 原来我们在 患难的当中 我们会得到神的安慰 这个也是我个痛而不苦的秘诀来的 要是我们认定 神透过苦难 会给我们各种不同的安慰的时间 我们就痛 不至于苦 残 也不至于肺 我们看见 格林多后书一章三到七节 五节的经文的当中 Parakaleo 就是安慰 这个字 一共出现了九次之多 九次 比这个患难苦楚苦难更多两次 到底这个字是什么呢 Parakaleo 是从两个希腊文而来的 第一个是para para就是在旁边的意思 Kaleo 就是呼召 勸 劝 劝慰 辅导 就是这个意思 弟兄姐妹 从这个字的原文 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图画 这个美的图画 就是当我们落在这个逆境患难苦难当中的时间 耶稣基督蹲下来 把祂的耳朵对着我们的嘴 来的聆听我们里面的心声 我们的感受 我们的苦 我们各方面 我们很想向神倾诉的东西 另外一方面 祂同样也蹲下来 对着我们的耳朵 来讲出祂温柔的安慰的话 出路的话 就是让我们能够真正如何继续不断 得到祂应许了以后 继续下去 这些的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各位 你有没有这些的经历 那为什么在患难的当中 我们经历祂的安慰特别多呢 不是祂没有安慰 乃是我们在一帆风生的当中 我们根本不会把耳 来的去对着耶稣基督的嘴 来的听祂讲的东西 我们在一帆风生的时间 也不会听耶稣基督对我们讲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不听祂讲 我们跟祂的关系就会疏远 大家患难 就把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拉近了 就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能够对圣经的话 特别有感受 弟兄姐妹们 想想看 你的祷告 什么时候最真诚 什么时候最有耐心 什么时候特别多呢 圣经的时间 还是历经的时候 另外方面 你什么时候读圣经 读到入心入肺 特别有感受 好像是对着你讲的一样呢 是历经的当中呢 还是圣经的当中 我个人的经历 若不是历经 若不是困难 我看我对耶稣基督的福音 没有兴趣 但就是因为 我在家里面跟父亲的关系非常糟糕 我跟我哥哥的关系也不好 非常难过 好像没有出路 所以在我母子无助的时间 我发现这个福音 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有很大的帮助 除了这个福音 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也是因为 有一些关心我的朋友 他关心我灵魂的得救 继续不断死缠难打 来得去帮助我 这些的朋友 也成为我能够信主得救 非常重要的经历 还有在我们家的当中 我们先后有七个患了癌症的病人 但我感谢主的 每逢有这些的病 发生在我们的家中 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就扣得更加紧 电话特别多 另外方面 我们也看得见 神不光是透过这个苦难 让我们之间的关系特别紧 扣得更加好 而且 有些还没有信主的 就是因为这个 患病的缘故 能够信主 包括我太太的大姐 当她患了老癌 后来大肠癌的时间 在医院的当中 她已经深深感觉 她需要这个福音 以前我们对她讲福音 没有什么反应的 反而在老癌的时间 一个基督徒的医生 为她开刀 她也知道 顺利地把这个老癌拿走了 在那个时间 有人就劝她信 结果她出这样的信 但信还是模模糊糊的 当这个大肠癌来到了以后 再浮发大肠癌 她那个时间 才在我们的面前 清清楚楚接受耶稣基督 做她的救助 我的妹夫 我的妹夫 鼻炎癌 之前听福音 没有什么感觉 表面就说 她曾经来过香港一次 她在广州住的 就说她也信了 但叫我不要强迫她去教会 但是感谢主 当她患了鼻炎癌 这是一年后的事情 我去广州探她的时间 她才清清楚楚地在我的面前 立志把她的生命交给主 我的姐夫心得妈妈糊糊的 因为那个鼻炎癌 结果整个人脱胎患苦 非常认真查清 后来也能够帮助其他的病人 为了这一切 我们非常感恩 所以弟兄姐妹们 苦难是让我们能够多得神的安慰 成长得更快 但另外一方面 苦难也令到我们真真正正 带到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性中 一个最好的机会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要记得 苦难不是没有意义的 中国人有一句就是孟子来的话 天将将大任于四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伐其身 行佛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争议其所不能 中国人 古圣贤有这个体会 苦难是有意义的 是让我们成长得更加快的 成为一个更合用的人的 是更加的坚强的 但连希腊的 苏格拉底 他也是同样讲 苦难是磨炼人品格的最高学服 这些古代的圣贤 一而再再而三 提醒我们 苦难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但第二方面 苦难也是对别人有好处的 圣经 《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 告诉我们 苦难不光是成为我们自己个人的安慰 苦难甚至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能安慰其他人的人 什么地方有讲呢 就是第四节跟第六节 特别强调这个事情 圣经说 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上帝所斥的安慰去安慰那招各样患难的人 我们受患难呢 为要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 我们得安慰呢 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这个安慰能够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 圣经原文 帕拉卡列尔这个字 就是安慰这个字 一共出现十次之多 苦难不光是我们个人成长逼经的阶段 另外方面呢 也透过我们积极的受苦 就更晓得来的为到别人来的祷告 帮助别人跟建立别人 也知道透过我们经过的这个苦难 能够成为更多其他人的祝福 我们来看看有些的人物想介绍给各位 一个是刘明和 刘明和这一位的牧师 以前是吸毒的 也是黑社会的人 但是他经历到神 接受了福音戒毒了以后 他今天成为 不光是香港 也不光是在台湾 甚至在马来西亚 能够成为很多那些吸毒人的祝福 帮助无数的人能够戒毒成功 另外一个 李贤益牧师 以前是黑社会的打手 但自从他经历到神的旧 经历了神的医治以后 整个人的人生有180度的改变 他不光成为很多戒毒的人的祝福 帮助人戒毒 也帮助了很多误入歧途的人的祝福 现在退休了 但他退而不休 常常到监狱的当中 来到去带领那些江湖的人物 来的叫他们信主 带领那些名人来的信主 这个包括到监狱拉登 何玉文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雨夜 陶夫 林过云等等 这些人都因为他的缘故 认识了信主 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就是陈振聪 我相信很多人对他非常非常认识 你都从报章上看了他的时期 他在狱中的时间 李牧师就是带了他信了耶稣 另外一个 我都希望能够介绍给各位来的看 这个是Nick Nick 是没有手没有脚的人 但是他却成为无数的人的祝福 原来他在16岁的时间 他曾经多次在之前想自杀死掉 但16岁 自从他妈妈把他从浴缸翻过来 他本来就是想淹死自己 就自杀死掉算了 但他妈妈抱着他的时间 对他说 Nick 我们在波斯尼亚 一家都能够平安出来 已经是一个神迹 我们活到现在 已经是神迹 为什么你要这样糟蹋你的生命呢 交给主吧 爸爸妈妈不会离开你 所以在那个时间 当他认定 耶稣是他的救主了以后 他曾经祷告 主啊 你要是把这个手把这个脚给我 我就一生奉献给你 被你使用 怎么知道 手没有长出来 脚也没有长出来 但是在他那个屁股 就有一个好像小鸡腿一样的东西 长了出来 透过这个鸡腿 他能够游泳 他能够翻跟斗 另外一方面 甚至可以很多不同的动作 他都能够做 因为这个缘故 这个没有手没有脚的Nick 在那个时间就奉献给神 十九岁开始出来讲见证 传福音 感谢主的二十六岁 我见他跟他吃饭的时间 他在亚洲博览会 跟我一起的合作 他讲见证 我讲道 那一天 有过万人来着出席这个聚会 决志的人四千 排着队 一个一个跑到他的前面 他就对这些决志的人说 Give me a hug 这是抱抱我吧 我们看见出来的人 都是流着泪来得出来 这些的人都是有脚 有手 有腿 健康的人 但他们的心灵里面 这是有残缺的 这些人出来的时间 特别是青少年 一个一个都是流着眼泪出来 与力来拥抱的 弟兄姐妹 可见 苦难 不但是 叫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安慰 也令到我们因为得到神的安慰 建立我们自己 甚至可以成为别人 变相的祝福 现在我们再继续来看 苦难 是不是 只是对我们自己个人来讲呢 绝对不是 苦难 是可以叫教会更加的福兴的 弟兄姐妹们 你有想过 一个多灾多难的教会 要是他们紧紧抓住神的应许 这个教会就能够复兴 不经过苦难的教会 可能慢慢慢慢就沉睡了 慢慢慢慢就堕落了 但经过苦难的教会 会变得更加的刚强 更加成为神所用的教会 为什么呢 我们来来看看 因为教会苦难越多 弟兄姐妹同心祷告的机会就越多 就好像保罗对着 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说 你们一祈祷来帮助我们 保罗受苦 认识他的这个教会 整个的教会就复兴了 你有这个感觉吗 当我们教会患病的人多 我们整个教会祷告就越多 特别当你们所爱的 你们的传道人受苦的时间 我相信整个的教会 动员的祷告就更大 第二 教会的苦难越多 引致到我们关心 辐射的人也越多 因为这个心形肺炎 我们教会越来越多的人 出去派口罩 派这个消毒的药水 各种不同的东西 甚至是为弟兄姐妹买菜 送米 送食物等等 各种不同的服饰 都在那个地方来得住 默默遇到这一切感恩 第三 在信主的人中 越多苦难的家庭 从中出来的人就越成熟 就更有效服侍别人 弟兄姐妹们 同样的 要是我们珍惜这些机会 不离开神 紧紧地靠着神 苦难越多 我们家里的人 他们就越是成熟 最后 越多苦难的教会 就越多经历神 经历的神迹 其事也会越多 弟兄姐妹们 我在1月初 看到武汉那个地方 爆发这个肺炎 我们就开始关心 在那边弟兄姐妹 跟市民的平安 所以在2月初 我们透过一些的人 送上我们的礼物 送上我们的口罩 送上我们有些医疗的社会 给那边的弟兄姐妹 2月中 我们知道 在那边已经有 十几位传道人 他们都患上这个肺炎 但是当他们收到 这个礼物的时间 送的弟兄告诉我说 他们是流着眼泪 非常感激 我们对他们 这一杯凉水的关心 弟兄姐妹们 原来苦难越多 教会就越复兴 我们来来看看现在 武汉1月初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 已经开始成为全球珠目的 但那到达2月中开始 整个世界的局势 已经不同了 到3月更加不同 现在你可以说 重中积重的重灾区 是欧洲跟美国 但我相信 这个不一定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其他的地方一爆发 而是掉以轻心的时间 他们同样可以 比现在的美国都有追过 我们看见 美国在刚刚开始的时间 他们还是感觉 不需要戴口罩的 而英国首先 有感觉 这个病毒本身 就让它成为一种 流行性的感冒 不需要戴口罩的 但是现在 他们都已经惧怕了 为什么惧怕呢 美国自己本身 每个礼拜 那个患病的人 就以几何色的增长来的增长 到现在 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国家的本身 已经超过40万的一个确诊 已经患上这个点 新型肺炎 欧洲那边 意大利重灾 西班牙重灾 另外法国 德国也是重灾的地方 但是 我们在这些的地方 我发现 虽然 他们的灾情非常严峻 每天 确诊的人超过30万 每日增加3万 另外 我可以看得见 其实这个已经 不是一个最update 一个数字了 光光在美国的 本身 已经占了全球的 四分之一 的确诊者 美国失控 纽约 这个州 甚至州长 非常清楚 市长非常清楚的 呼吁其他的地方 来帮助他们 因为他们担心 最低限度 200万的人 会有染病 而且 可能 死亡的人 美国 他们的预计 可能会超过20万 弟兄姐妹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但 确实 在今天 医药最发达的地方 科技最发达的地方 财富最丰富的地方 神非常幽默 让这个地方 也同样感染 而且感染的比其他的国家更厉害 韩国 就是因为一次新天地教会 带来的结果 也知道有各种不同的问题 产生出来 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留意 来得看到这一切的时间 我们现在 不能够再以两个月前那种思维 来得看现在 我在二月初 我对 湖北的弟兄姐妹 武汉的弟兄姐妹 鼓励他们 你们身上有非常宝贝的东西 我希望你们能够透过哥林多 后书一章保罗的教导 将来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原因在哪里 第一 我告诉他们 你们病如何处理这个病的经历 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的 第二 你们用过的药物 哪些是有效 哪些是没有效 这是肯定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的 第三 患病的人更加重要 患病的人被治好了以后 他们身上有最宝贝的血 这个炼出来的血清 是最有效 能够帮助其他患病的人 让他们尽快康复过来 这个宝贝来的 因为这个缘故 我就鼓励他们 你们开始 要祷告 善用神给你们这一切 我感谢主 三月二十五号 武汉以外 湖北地区全面 这已经开城了 武汉 在四月八号解除 这个离城的限制 让他们可以出去了 跟着下来 我们来看见 中国对整个世界各方面的需要 起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 在三月二十六日 中国已经对八十三个国家以及 到伊朗去 帮助他们 指导他们 也知道这个疫情 能够因为他们的帮助 能够慢下来 甚至可以得到控制 因为这个缘故 弟兄姐妹 有一样非常重要的事情 当我们留意来的看到 我们个人的经历 苦难 可以成为我们成长的阶梯 也可以成为我们安慰别人的一个武器 又能够成为教会 复兴的一个工具 第四方面 原来苦难 也可以成为一个国家 帮助其他国家的力量与智慧 因为这个缘故 我在用一个苦难是什么呢 就是化妆的祝福 或者是变相的祝福 来得去形容 今天 患了新型肺炎的朋友们 你们记得 你们被治好了以后 你们身上有一个武器 有一个工具 有一个医药 能够成为其他病人 医治最佳的良药 另外方面 现在爆发新型肺炎 非常厉害的 是重灾区的 无论是西班牙也好 意大利也好 美国也好 法国也好 德国也好 中国也好 什么地方都好 你们要记得 神会用得着你们 只要你们放下 你们自己个人的自我 放下我们自己的骄傲 放下我们只是为自己着想 能够多一些按照神的心意 用我们有的奉献出来给神的话 医症之源也可以成为 祝福之权 重灾区 也同样可以成为最好的医院 最好的医生 最好的医疗团队 能够被拆派出去 帮助其他的地方 所有的病人 早一点得到医治的 你愿意吗 弟兄姐妹们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经文 让我们能够在困难的当中 在疫症的当中 得到安慰 有出路 也得到提醒 我们一起来着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 你的话实实在在 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求你帮助我们 不要活在埋怨的当中 不去问为什么 乃是更多的问主啊 你要我学什么功课 你要建立我什么的品格 第二 也同样去问 你有什么的使命 来着交托给我们 这样我们能够真正成为 别人的祝福 别的社会的祝福 甚至是别的国家的祝福 帮助我们 我们愿望透过你的话 更多人得到福音 更多人被建立 成为你的门徒 又被拆派到不同的地方 去祝福更多的人 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谢谢 谢谢